随着那个刚刚所介绍的虎克及雷文虎克发明了显微镜之后做观察 一直到了后来到了1839年 有两位科学家提出一个重要的理论 这两位科学家是德国人 就是许旺和许莱登 其中许旺本身是动物学家 许莱登本身是植物学家 这两位学者是朋友 那他们当时许旺观察动物发现 我发现我动物的各个组织的切片 我都看到细胞 所以他怀疑动物的各个组织 都是由细胞所构成的 那许莱登就说 好像我的植物各个组 植物的器官的切片 我也看到一堆细胞 似乎植物的各个组织 都是由细胞构成的 他们就发现 全世界的生物不是动物就是植物 他们就认为 原来生物都是由细胞所组成的 他们就提出这个学说叫细胞学说 内容只有两点 第一点他们发现 生物是由细胞及其衍生物所构成 因为有时候是细胞分泌出来的物质 比如分泌的纤维 分泌的一些分泌物 生物由细胞及其分泌所构成 其实第二点是由第一点衍生出来的 因此 细胞是生物体构造和功能的基本单位 就这两点 所以他们提出这个细胞学说 看似没什么很大的突破 生物由细胞及其衍生物构成 因此细胞是生物体构造和功能的基本单位 好像没什么 但在今日这个学说很好用 这个学说界定了什么叫生物 生物必须要有细胞 因为他说细胞是由生物及其衍生物构成 就是因为这个理论 细菌是生物 因为细菌有细胞 原核细胞 但病毒没有细胞 所以病毒不是生物 因为细胞学说的关系 我们如果你同意细胞学说的话 细菌以上的生物是生物 病毒就不是生物 因为他虽然有生命现象 但他不是细胞构成的 那以后我们对于生物定义就很直接 依据细胞学说 必须有细胞或其野生物构成 这是许王跟许来登的故事 提出细胞学说 那事实上这两位科学家 其实在当时这个科学史中 还蛮有故事可以聊的 其中那个许王是动物学家 他的个性比较臭屁一点 就嚣张一点 那以后我们会提到他的名字 我们会记到动物身上有种细胞 叫许王细胞 他当然是个还蛮努力工作的学者 所以发现很多有趣的东西 而许来登是植物学家 他的个性比较内敛一点 就是比较温和一点 所以这两位科学家是好朋友 个性是互补的 当年的科学家 那个年代的科学家 常常去戏称说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许来登 许王根本没有朋友 因为他的个性比较冲一点 比较嚣张一点 比较臭屁一点 以上就是1939年 许王许来登提的细胞学说